模样可爱的两只晚熊 射缩在一角 这间在乌克兰哈尔科夫 晚熊咖啡厅 原本在当地小有名气 如今城市不断遭到 俄军轰炸 咖啡厅位于地下室 成为不少民众的临时避难所 晚熊咖啡厅变成避难所 高峰时更收留了23人 而晚熊天生对环境十分敏感 负责人坦言很难带着他们逃跑 只能事先预备更多饲料 和晚熊一起待在咖啡厅 乌克兰民众受战火摧残 不能说走就走的还有他们 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妇幼医院 不少孕妇挤在地下室里休息 加上要在昏暗恶劣的环境下生产 让妈妈们承受着巨大的身形压力 小生命成功诞生但离开医院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也只能听天由命 在另一头首都基辅有外科医师选择留在当地 带着兽医学生在简陋的防空洞成功搭建战地医院 穿上白袍 背上急救背包 在国旗前拍照 年轻的医科学生加入救援行列 战火无情只求活着 为自己为其他生命努力奋斗 靳新闻 麦浩里 潘延廷报道